《紐約時報》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《港法》報導 監管機構目標是在星期五前完成程序 但連有大量文書工作以及與輝瑞公司的協商事宜 然而FDA遠距對雙安報導的置評 報導說FDA定下來的全面批准輝瑞疫苗的非正式 最後限期是9月6日勞動節前後 這項批准有助促進疫苗接種 能夠說服更多未接種疫苗的人 相信輝瑞疫苗安全而且有效 也能被政府官員更容易執行疫苗任務 預計美國軍方將會要求軍方人員 在輝瑞疫苗獲得全面批准後儘快接種 其他美國主要僱主可能會效法 白宮希望給所有符合條件的美國人接種COVID-19疫苗 但很多人對疫苗的安全性表現出猶疑 目前美國18歲以上成年人口完成接種疫苗的比例只大約60% 而高傳染力的Delta變種病毒 導致美國疫情又開始升溫 輝瑞疫苗獲得完全批准 也使醫生更容易為需要的人 開出第三劑加強注射劑 FDA已經授權為免疫系統教育的人群注射第三劑疫苗 但白宮計劃在未來幾個月內 在全國民眾間進行更廣泛的推廣 另一方面 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一些專家表示 目前還沒有足夠的數據來確定是否需要加強劑 在北京的大約60% 所有人都不宜得 在北京的大約60% 部位在北京的大約60% 當時你改造了 每次都會有效率 在北京的大約60%